作为武器使用的无人机 具有降低人员伤亡 提高军事行动机动性 灵活性 降低政治敏感性等优势 因此 台湾军队在发展创新不对称的战争理念下 大力推动军用无人机的研发和实战化 已经有多个型号 不同大小和用途的无人机 已经或将要装备不对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台湾中山科学院自行研制的无人机 锐渊无人机 中山科学院在完成IDF经国号战斗机研发计划之后 航空研究所一度缺少重大的项目 于是从1990年代起 秘密研发无人飞行载具 中翔系列无人机 锐渊无人机是中翔二号无人机的量产名称 为中科院以翔鹰计划代号为名 这是一款全天候长置空时间多用途战术型无人飞机系统 此系统具有全球定位导航 自动飞行控制 电子反干扰 即时影像等传输等功能 以执行地面部署 进行战场侦察 不对称作战 与提供天然灾害救灾资讯为主 锐渊无人机防制美军MQ5系列猎人无人机 机身长5.3米 翼展8.6米 高1.6米 载重量55公斤 最大速度180千米每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4千米 最大飞行半径150千米 制空时间12小时 使用寿命为10年 锐渊采用复合材料结构和模组化设计 挂载可见光红外线整合型光学设备 战时可担任日夜间侦搜 社道修正 目标搜寻 以及定位 战损评估和通信中计 民生用途方面 可进行农渔目观测和自愿研究 交通监视与管控 核生化污染和环境监测 灾情调查 海岸巡防和反走私偷渡等 中科院还为瑞渊特别设计的机体储存柜 方便储存和运输 机体储存柜以最小体积设计 人员不需要进入机柜内 即可进行机体及附件解锁 移出或移入固定上锁等动作 机体储存柜 机体装卸机构 为悬臂双重滑柜时 机体可由机柜最深处 一直滑到完全脱离机柜 操作较为简单 机体储存柜在基地内也可替代机宝 不但可移动 可堆占 且占地小 造价也低 应用弹性大 由于技术尚不成熟 瑞渊屡次发生故障坠毁等事故 妥善率一直遭受到外界的诟病 中科院表示 以拟定可靠度提升方案 并已完成了全机队26架瑞渊的改善 提高装备的稳定度 强化飞行安全 台湾海军也持续收整 该机种的运作参数 供中科院进行系统掩盖 执行可靠度提升方案后 操作情形已越来越好 飞行时数与任务执行状态都很优良 舰响反辐射无人机 2000年 台湾欲寻求以色列哈比 反辐射无人机失败之后 中科院结合自制天舰2A反辐射导弹 巡标器技术成果 展开研发反辐射无人机的 舰响计划 由于程控问题和两次飞行测试失败 计划进度屡次延后 中科院于2011年 进行第三次程控复测 收集到完整的程控飞射数据 使得项目延续 2017年 舰响反辐射无人机 在台防务展览上首次亮相 中科院宣称 该武器已经通过了初期作战评测 2019年 台湾证实 以舰响计划为名义 编列5年800亿元的预算 用于发展反辐射无人机系统 全系统包括发射车 与无人飞行载具机体 这具无人机被设计用来攻击 敌方地面海基雷达的反辐射无人机 搭载雷达波寻标器与弹头 具备雷达电子参数分析 和自动归向能力 能在侦获敌方雷达讯号后 进行高速自杀式攻击 系统已通过初期的作战评测 有能力从地面发射 进行远距离的反辐射攻击 由于这款反辐射无人机 在整体和外形尺寸上 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高度相似 作战方式也基本一致 都是采用圆柱体机身 三角翼 两翼端有垂直尾翼 也可以装箱运输 采用弹射方式升空 再遥控启动引擎 中科院一直对舰响的性能参数 守口如平 军事专家根据其设计理念 外形以及性能描述 参照哈比无人机推估 最大飞行高度约为3000米 飞行最大的速度 185千米每小时 最大持续飞行时间为4小时 最大航程约500千米 俯冲攻击时最大的速度 可能超过400千米每小时 目前 舰响反辐射无人机已投入量产 预计首批生产104架 列装台空军防空部队 但生产载具和发射装置的数量保密 因其机动部署特性 或进一步在外岛舰艇上部署 红雀V型无人机 总科院自2007年开始 访制美国RQ11度压 V型首抛式侦查无人机 后命名为红雀1型 该机型曾小批量生产 2013年 交由台陆军特战指挥部 特战第五营进行性能测试 为正式列装 2014年 总科院首度公开展出 红雀2型无人机 该全新机型 细访制美军RQ20 每周式无人机 比上代红雀1型重一倍有余 严格来讲 已经不是同一系列 红雀无人机 机长1.9米 翼展1.3米 重5.5千克 全高0.35米 最高升限2公里 最高飞行速度 63公里每小时 本型无人机 经充电约2小时后 可连续飞行15到20公里 制空时间约为1.5小时 迷你无人机的动力 为无刷电动马达 飞行有手控、定高、盘旋、导航与归航五种模式 在可更换的机身前端 装有日夜间的CCD摄影机 可提供部队即时限地情资 传至中控台的屏幕中 并具有航资传送能力 主要功能是支援部队执行短程作战侦查 获得敌军位置等任务 平时则可以支援救灾 水土保持 交通等监控 该无人机采用模块化设计 可迅速拆解成机翼、尾翼 及机身等模块 并可放置于背包鞋型 满足作战时的机动力需求 台湾海军陆战队 于2015到2016年 以4600万元经费 购买五套红雀无人机系统 45架飞行载具 装备步兵营和侦搜大队 腾云无人机 由于长征计划发展而来的腾云无人机 无法满足空间的需求 中科院于2018年至2021年 执行代号为腾云专案的 攻击型无人机研制计划 总预计维新台币34亿5266万元 2018年10月 中科院公开称 将根据空军对于进攻性的需求 重新设计具有挂载点的新型腾云无人机 2019年8月 台湾年度防务展览展出了新设计 腾云无人机 中科院表示已经进入了量产准备 2021年完成作战评估 腾云无人机 细访至美军MQ-9死神无人机 属侦查打击一体化多用无人机 主要负责执行侦查监视和对地打击等任务 台军称其为 执行长距离长制空任务的战略型无人机 旧款腾云无人机机身长度约8米 翼展宽度约18米 飞行速度约56千米每小时 最大声线4500到5000米 最大遥控距离为100千米 制空时间约24小时 新款腾云无人机 换装与美国死神无人机同款的 TPE331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相较前款的发动机而言 推力更大 动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中科院表示 新机型机体加大 翼展也增加 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分辨率更强 还有自主起降的功能 由于新版腾云无人机 在某种意义上 是重新设计的新款机型 故性能指标较为模糊 从其已公布的主要装备 和有关描述中看 腾云无人机 属中高度长制空 多酬载支大型全复合材料 无人机系统 新机可由卫星导控 具有全自主起降和巡航飞行的能力 空地协同能力 地面接力控制能力 可按需装载多型光电 电子侦察设备 以及小型空地精确打击武器 或加装干扰设备 干扰对方的雷达 掩护己方战机实施轰炸 还可日夜间执行情报搜集 监视 侦察 环境研究 海岸巡防等军民任务 台湾规划将腾云无人机 与MQ-9B编入无人机侦察中队 据估计机架数有12到20架 并以空军花莲基地为驻扎地 据称 台湾军方对无人机的浓厚兴趣 是很早就开始了 不过由于无人机是敏感的军事装备 因此台湾外购无人机一直受到了限制 但随着无人机的发展 无人机也越来越受到 全球各主要军事大国的重视 因为无人机技术 是巡航导弹技术的基础 无人机在飞行控制 地形识别 卫星导航等方面的技术 可以直接用于巡航导弹的研制 这也就不难理解 台湾当局为何迫不及待地发展无人机了 本期对台湾中科院自行研制的无人机 就介绍到这里了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对台湾中规 naz戴 我们下期再见 等于 伤害 整 Haz sost